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家全部都冻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尼 今天呢 因为最新的这个疫情很严重 虽然现在有解封但是还是不能出去 所以我好难了 目前活动范围就这一块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解说一下 菲律宾的人腰 菲律宾的人腰的话有 大家之前看过节目的 应该知道人腰的话会很危险 这边有仙人跳 有吸毒还有 吸毒还有什么 还有抢劫的 这些吧 这个他们人腰的话呢 一般有好几类型 有的是干正经工作的 也有的是 从事灰色行业的 因为我上次 踩到雷啊 所以的话我只能说灰色行业了 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 但也有些好的人家 还有一些好的人家 好的人家不只是在工作的 而是还有一些从事灰色行业的 好人家嘛 他们不会去坑中国人了 这些人票 这些 我们先说下好人家吧 好人家的话就说一些平常在那个 就平常做正经行业的 正常上班的这些 主要的话是因为他们 他们的话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从事那个灰色行业啊 所以的话他们会踏踏实的上班 主要的话是因为或者是 有点太向南的 因为他们这些的话 表示没有那个钱去维持自己 因为他们就像那个妖怪一样的 不知道吧 大家应该看过那个 倩女妖房呢 里面那个就是 就是鬼一样的 要吸人家的那个人气 之后呢才可以让 就是让自己 年轻呢又好看 这样的 不知道吧 所以这些人妖的话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坏人妖的话呢 他就一般的话呢 他就是 他就是 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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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洞的钱啊 他们大多数的钱呢 都会用在自己的身体上 因为他们身体的器官啊 什么的都需要用 钱来保持 保持那个生产 你知道吧 再一个他们又吸炉啊 又喝酒啊 吸炉喝酒啊 然后这些啊 他们都需要钱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们 没有钱的时候呢 他们就 他们就会去 采取一些 仙人跳啊 就是坑一些 坑一些 中国人吧 但是这这类的坏人家呢 他们一般都会出现在那个酒吧门口 因为他们那个是没有 他们ID的话是偏男的 所以他们那个去那个酒吧里面的时候呢 需要 需要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需要那个证件 所以的话呢 他们 他们证件上显示是难的 所以他们一般的话进不去 那他们怎么挣钱呢 他们的话就一般在门口登售那些 一些其他客人吧 就好比一些中国人 因为为什么 主要人群偏向中国人呢 主要的话是因为 我们中国呢 只能看到韩国 韩国 马来西亚啊 这边也有 知道吧 因为这边他们的英语很精通 并且他们就相当于是好友一样的 知道吧 因为他们怎么说呢 因为有些东西啊 我们中国是看不到的 就像好比英语吧 像韩国啊 其他国家 都会 都会这些语言啊 主要的话是因为 我们中国呢 比较封闭性 只能学一些中文 像我们用不了国外的Facebook啊 还有那个 这些啊 那Facebook的话是 一款全球远见的 我说到这个可能 说的有点过了 说的有点过了 所以的话他们是交友的话很方便 然后的话基本上都是都能英语沟通 就是他们 他们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国内了解 就是 不管是韩国还是马来西亚 了解的东西要比我们中国了解的东西要多 对于国外啊 或者是菲律宾啊 或者是其他国家 知道吧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那个 东西 好比那个 哎怎么说呢 哇擦 忘了啊 啊推特 推特上面啊 推特我们中国用不了 然后这个 YouTube我们中国用不了 然后这个Facebook我们中国也用不了 还有以及一些其他软件啊 所以的话我们知道的东西是 比较少的 我们中国人想要了解其他国家呢 需要翻墙 就是 连接VPN之后呢 才能 才能看到有关他们的信息 所以的话 不管是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这些人啊 对菲律宾的话呢 应该的话 是 菲律宾友好都知道了 因为他们会讲英语 他们会英文嘛 知道的东西要多 谢谢吧 我总的 总的意思来说的话 就是 日本啊 韩国啊 马来西亚啊 这些地方的人呢 这些地方的人呢 他们了解的东西的话 远远要比我们中国人要多 并且他们跟 跟这个菲律宾人呢 就是熟悉的很快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 软件的话是互通的 所以的话就是比我们知道的多啊 这个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能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知道的特别少 然后他们主要的客户人群的话 就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在这边呢 啥都不知道 这边啥都不知道 就像 人家说三千币就是 比较人家说一个价钱 我们中国人的话就答应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 就不懂英语 也没有接触过国伴 不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一般 一般厨师的话呢 都是一些中国人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横尸街头的 或者是 或者是 在一些 其他群里面可以看到 一些中国人被斩 主要的话 当然这些人家呢 他们会联手 当地的 仓 联手 做中国人的生意 这个 这个不用我讲的太详细了 太详细了 然后又 又会被举办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的话呢 他们 他们挣钱嘛 就是这样 节目还要分享 主要的话 这些快人家的话 品性很快啊 你要是 因为他们当地人 希望文化的人 他们说要 灭你就灭你 不像我们中国人的一样的 你敢不敢 他们就 他们就会这么做 所以的话一般情况下还是 在这边呢 还是比较注意 再一个这边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再怎么地的话 他们警察还是护着他们当地人的 所以呢 就是大家还是少出去有点事了 没事的时候还是在家带着 至于在好人家的话呢 好人家的话 他们一般会 他们一般的话 他们会 为家里面做些事情 为家里面做点事情 最好一般 他们需要 往家里面建房子 要给家里面提供食物啊 谢谢 但是他们坏人家的话 坏人家的话 他们也会这么做 但是他们来的钱是 不正当的 你知道吧 他们 就他们前来的不正当 做一些违法的事 抽烟啊 喝酒啊 吸毒啊 什么都做 他们喝酒的话很厉害 你知道吧 在菲律宾的话 怎么说呢 千万不要觉得 你能喝过一个 菲律宾的女的 菲律宾 大家应该 知道我说的女人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好多中国人 约对方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她是男人 是女 所以这些人 一般把这些人家当做女人 然后一起来跟他们喝酒 你不用喝酒吗 千万不要 你能把一个当地人后退啊 因为 因为的话呢 他们的习俗 他们一种习俗的话 就是喝酒 不管是男是女 在一个他们身材的话 会保持得很好 所以很大 然后呢 脸的话也很漂亮 嗯 这样的话他们为自己身上 花了很多很多钱 这都是用金钱打造出来的 因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身体 去赚更多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做 可以这样的话不能 可以不断地提 就是 就是不断地能保持完好的生产 又能 不断地 吸毒啊 或者是饮酒啊这些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啊 拜拜